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队总 我是春天摆布的林志 合同条约第三条有点小改动 老板要求提高改动助理 林总 装修款的事情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推一推 当初合同上你写得很清楚 JK 你回来了吧 十点以前我在办公室 您过来一趟 明总 这里面的销售报表 我们划纳区掉下去了 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 华南区 方靖 林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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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收到了这个月的销售报表 我们华东区排在中国区第二 我现在去书总的办公室背书 十分钟后所有销售经理开例会 我要听你们的理由 回来了 老板 对不起啊 这个月的业绩 你啊 就是太好 偶尔滑下来一次没事的 第一名是 华南区的方靖 我最近都在研究他的团队 我考虑 说到华南区 你上新闻了 你在广州才替华南区 处理了一起公关危机 还代表SW发了言 孟总 为您好 你去广州不是休假的吗 怎么上面说你是受总部委托 去华南区调查的 记者这么猜的 我没有反驳而已 我想正好可以传达出SW高效 重视 严肃的印象 也顺便掩盖了华南区 三天无作为的真相 你呀 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还得替你向总部去解释 谢谢老板 哎呀 开始还真是吓了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调到华南区去 都开始替那边做事了 怎么可能 江湖救急 孟总都求上门了 我在广州的时候 他派着车跟司机一直跟着我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不过这事有点奇怪 方静休假了 才弄到这么不可收拾 我看孟总说话 吞吞吐吐的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意 方静来我们这儿了 总部的叫任寒 昨天下午才到 不过 他个人倒是很坚决 提前好几天就来了 我想这次总部的决定 应该是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吧 他什么职位 跟谁汇报工作 我们华东区呢 盘子是越做越大了 我想 干脆成立一个销售二部 他任这个二部的销售总监 直接向我汇报 二部 JK 我们SW上上下下都知道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人 我不想让人 说我收完低容不加外人 懂我意思吧 明白了 爸 反正 在SW一切靠业绩说话 好的 今天销售经理立会 我先去开会了 好好干 好 温州盖理商的装修款先别多 再压一下 这个月销售这么难看 还好意思接款 验证成功 如果他们再催我就说 我们正在走柳橙 成天百货的灵芝怎么回事啊 公司的章都盖了 还敢变卦 工人提高百分之二 想吃官司啊 孙大拿是干什么吃的 让他过来找我 现在 老板 就算撕了这些合同 签的还是我们公司 好 说出来 他们改签了二部 舒老板说 昨天才收到调容函 今天就来公司了 昨天上午宣布 然后就分组 而且 孙大拿跳过去了 所以现在我们 怎么才告诉我呢 真是一点风声都没有 我宣布完就分人 我给你打电话 你关机 我就给你发了条微信 没收到 现在做事越来越粗心了 真是一运傻三年 带了多少人过来 一个都没带 全是从我们这儿剥离的 我敢肯定这个事 孙大拿她一定事先知道 她调过去就升经理 跟她要好那几个销售全去了 就瞒着我跟毛磊这帮人呢 而且 她还带了好几个单子过去 包括春天白货 这还带走的销售和业务 朱总签的字 老板 我明天想去趟医院 今天面试 无论如何我都会招一个 顶多一个月 就可以休假了 真的啊 希望我下一个助理 你不要像你这么着急结婚生死 这人到底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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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也二部的名义开了个攀 公司好多人都去了 听说玩了后半夜 哪有时间看书 光是这个华南的上位时 就各种办法 八卦这免了 尽快弄到靠谱的背景资料 你签吧 谢谢啊 谢谢啊 你哪个公司的啊 什么啊 我是好心看你第一次来这里 是 我去SW 猜猜面试 是 你呢 哪个公司的 你认识到哪儿呢 啥 你说慢点 你再说一遍 就这样的也可以接菜菜的吧 她的报名票 可是林总亲自转过来的 发检时间是凌晨一点 别念旧了 面试九点了开始 一会儿来会议师帮忙啊 林总怎么会看上她呢 就这眼睛还不如我呢 你好 请问一下 我是来参加SW面试的 是在这儿吗 你好 是的 先让他们签到 你的理想不该是总建筑 该做召唤师吧 是 林总好 林总好 林总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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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老总 林总是销售部总监 而SW中国怀东区的老总姓舒 你来面试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好 我叫林萧萧 也是来面试的 准确地说林总是销售一部总监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吗 一部 那 还有二部啊 准备 要面试的跟着 先走行方送去 还经理 昨天之前 你们谁不屁点屁点地跟着我 口口声声王经理 别的不好说 翻脸不认人的本事 你们二部 我是不服不行啊 我们要做正事的 麻烦挺干的 你敢往前走 我不客气 我还真怕您客气 王磊我告诉你 今儿你要是敢动手 你试试 孙娜娜你别逼我 住手 走 做销售的有竞争意识是好的 而达成目标的手段也有很多 不过肯定不包含 依靠力气和嗓门 方总 您先把情况搞清楚来 可是最重要的 是不能意气用事 谁意气用事了 林总 林总 怎么了 老大 我们一直在这儿开早会 多少年的规定 小会议室 一个早会在哪儿开不是开 抢单抢不过 抢个会议室有脸啊 况且还是窝里抢 从哪儿学的本事 我教你的 林总 请等一下 我是方静 记得吗 上次总部夏威夷培训 我们见过 破冰之夜 你的肚皮舞好劲爆 见笑了 那不是牺牲小我娱乐大家吗 高尚 早听说林总是有个性的人 你是华东区的老人 上海我出来照到以后有事 还请多提点 我也听说方总打单特别厉害 没想到上课也很厉害 刚才给王磊传道来的吧 多谢了啊 不过关于业务能力这一块 我的人我习惯自己叫 对了 让我提点一下是吧 这个会议室大是大 就是好像空调的开关坏掉了 特别冷 小心着凉 她叫什么霸道 没有啊 林总很宽厚 把会议室让给了我们 她的提醒也很及时 我想她可能是在忠告大家 做销售就要争取每一次的成功 那成功之后呢 更应该懂得居安思危 我只有两句话 第一 感谢你们 依然选择跟着我 老大 这华东的江山都是你打下来的 管他什么一步二步 我永远只跟你 找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 在职场没有永远 只有当下 第二 选择跟着我 依然只有一条路 这是你们的团队要完成的任务 以及会获得的奖励 三个月为限 完成任务我兑现承诺 完不成 走人 有问题吗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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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任务 下个月夺回大中华区销售第一 完不成 我走人 不是我不帮你 是这个面试名单啊 是杨总 当然 还有你女神 一块儿顶她 哎 学习人家菜菜 吓人得了 哎 刚才 一步和二步 为了一间会议室 掐上了 王莉和孙娜 直接动手来 你看 我们华东区要不太平了 林女神一人独大的日子 要一去不复返喽 她在华东区走的是清明路线 今儿算难了发难 这张牌算是剑下 说有效信心 接着她在华南去弄了激励机制 听说现在唏嘘也得全拍采动 你认识林总 可是她好像不认识你吧 面试正式开始 我念到名字了跟我进来 林萧萧 张晓鱼 哪个学校你认识了 你管我哪个学校毕业的 解二本毕业 怎么着 解释林总亲自挖来的这场面试 难不成我还怕了你 三年内有造人计划吗 不是三年 是五年内我都没有结婚生孩子的计划 如果这次应聘成功了 我对自己的规划是 三年内成为华东区销售骨干 五年内成为SW华东区 销售总监 你认为对员工最有效的 激励方式有哪些 一 公开表扬 二 面对面表扬 三 涨工资 四 休假五 发奖金六 升职七 发奖品八 容易证书九 请吃饭 十 给更好的工作 十一 开庆祝会 十二 参与决策 十三 感谢家人 面对面表扬和感谢家人 你认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取决于以下哪些因素 一 主动 二 待人热情 三 为人老实 四 办事能力强 五 社会地位高 六 情趣爱好广泛 七 乐于帮助别人 八 对他人的内心世界 有很好的洞察力 九 豁达 十 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 十一 健谈 十二 幽默 这是考记忆还是考脑子 十四 言谈局 只有风度 十五 情绪稳定性好 十六 独立 十七 有主见 可以有多项选择 七 八 十 十三 完整回答问题 七 愿意帮助别人 八 可以很好的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 十 对小事上不斤斤计较 十三 可以为了朋友放弃个人利益 熬了通宵做准备 我知道这些问题 并没有标准答案 凌瑞对我进行的 就是一种压力测试 上次要求把剩下的一万五追回来 你们作为销售主管 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反正肯定不能得罪客户 所以这一万五是不会去追的 但我会尽快地 再次销售一批新的产品给客户 销售价格涵盖了上次损失的一万五 这么做 不会给公司带来任何损失 两次销售的财务账目是分开 你下一单赚的再多 和这一次的损失也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的处理前提 是既不能让公司受损 也不能得罪客户 我会立刻给客户做一个 设备使用的培训方案 作为补充协议 费用是一万五 在这个方案开始执行之前 我会先争取到上次的支持 将两次的费用合并到一起 这样既不会违反公司的财务规定 也可以追回公司的损失 客户那边 也不会有心里不舒服的感觉 骄傲是个坑 两道题下来 这个海闺女孩 就已经杀得我只身半滴血 这场面试我能赢吗 第三道题 也是今天面试的最后一道题 叫做荒岛生存游戏 杨总 对不起啊 我打断一下 你们的问题都很好 但是最后一道题 我想自己出 当然 我们今天面试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找到 您最满意的助理 所以出什么题 您来订 林总 我有个提议 我们还有实战销售的考题 比较能考得出 正功夫 想到一块去了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我给你们的成本 是专柜的五折 时间两个小时 地点在这栋大楼内 比拼的目标 销售我 我先过去了 好 面试结果出来了 前三名分别是 林萧萧 张晓鱼和陆宇诚 分职非常地接近 说重点 陆宇诚是总部行政总监的人 滑点 我的助理又你的人 你跟进一下林萧萧和张晓鱼的实战过程 我不仅要结果 也要过程 好 我已经安排了 尽快摸清楚 这个林萧萧是什么渠道来的 林总 我有一个问题 我手上这些卖完了 我还可以领新的吗 这栋楼里的小仓库有五千只 够吗 可能够了吧 好 我等你来领 对对对 还有 有合同模板吗 我也可能用得到 干什么呀 美女姐姐 我们合作好吗 你当然知道 这个口红是我们新一季的产品 对 现在呢你在公司内部帮我推销 价格呀是专会的五点五折呢 没卖十只你就免费得一只 这招挺有意思啊 可惜找错人了 新品五五折 绝对远远低于员工价大 而且姐姐你用的 应该就是SW的雅工二十三号吧 举手之劳把这一季的色号都收拳 双赢啊 这个色系我已经全部收拳了 那可以送人啊 我这人啊 小气 那你忙 我找其他公司前台吧 凌瑞的最后一道题救了我 凭销售 我长相 刚才你都听到了 前台姐姐 性格傲娇嘛 我对一个前台的性格 没有丝毫的感觉 不过既然你听到了 我必须要警告你 不许偷我的销售策略 这也叫销售策略 现在他们都在搜女人多的公司 如果你不是要偷 你去楼干什么 你知道这个楼里面 一共有多少家公司吗 别转移话题 三十二家 把三十二家公司的前台 发展成下家 取之以利 完成快速分销 这也叫销售策略 这招是我否定的五招之一 吹牛谁不会啊 有本事你就保证 不会偷我的销售策略 我爸说得真是太对了 幸好没让我出国留学 放心吧 我不会抢你们前台 解释石胜人 截止会练摊 上海特兰特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果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果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利润的百分之四十归你们 成本价格按照专柜价格的六折计算 可我们的网红 从来没在直播中 推荐过任何产品 网红能引领潮流呀 特别能带货 其实特别简单 只需要他们把每个颜色都试一遍 然后告诉大家 新一级的产品能拿到八折 而且这个价格两个小时内有效 你想想 反正他们都是要直播的 为什么不能一边化妆 一边装着双倍的钱呢 试试吧 一名的决定 一个条件 说 六四 五五 这是底线 否则公司那边购给 交易信吧 你赶紧的 把名单还有快递地址发给我 直播嘛 包容发货也得同步 你真把我当店小二了 其实爸 你家网红是卖过产品的 只是你没跟我说 是因为想杀价 第一次嘛 昨晚我露了点 你看一下 这是河头 你现在 往这儿 看我干嘛 你惊讶吗 我告诉你百分之四十的利润 也是等着你杀价 但是我听你这么一说 就知道了 我们大家的底线都是五五开 所以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快到这儿烂麻 都好 跟我讨价还价 姑奶奶我八岁开始连她 家传绝学童子工 好 我吓死你了 我东京 你不要看 开门 帮我再开门 行行行行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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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您买 几个人呢 我走这儿 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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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师傅 快快快快 前面列车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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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老大 出事了 我也把公司夺走了给孙悟空 我一查是猴子下错了单子 贴不了钱怎么办 三个方案 一 左张NPC B 左张皮肤正常商城 C 皮肤主角别的角色 还有个事 身于公司内户 老板要马上见你 刚刚发了脾气 问你在哪呢 你告诉她 一小时后我回公司 这这这这这这来 停车停车 鉄车 нак动家 你给我出 对不起啊 我刚刚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 哥 然后呢 然后 干吗 不是跟我摇电话呀 我经常被女生发散 你这也搞我见过 神经病吧 你真人这么自恋 你说妈从来怎么不顶个避雷针啊 奇怪 奇怪 这帮忙走 奇怪 你好 你好 我是SW的 想找你们公司的老总 SW 刚才有人来过了 销售策略一旦进入市场 还真不受版权的保护 我这个跟风的 或许赢得更快呢 我还真数过了 这楼里啊 确实有三十二家公司 直播公司呢 也确实有两家 你这么着急 难道还发现了一家 你有点智商行吗 女儿都像你啊 一招先 好吧 我承认这是在装 输人不输阵嘛 先给他添点赌博 怎么不死他 要是输我也认 谁让我一看见那个冒牌吴东江 就犯傻了呢 我要是早回来十分钟 林萧萧也偷不了我的方案 抢先一步去了特兰特 现在 只能天天由命了 赵磊一百二十一支 刘国寒一百五十五支 陆宇诚二百四十九支 张晓瑜一千八百二十二支 林萧萧两千三百一十七支 差距这么大 张晓瑜和林萧萧使用的是同样的策略 和本大厦的几家网红公司合作 在线营销 而林萧萧自己多谈了几家公司的前台 让他们帮忙推销分成 所以 林萧萧的销售量更多 虽然说这些合作者都在一个大厦之内 但是毕竟是线上营销 这算不算违规呢 利润呢 张晓瑜和林萧萧谁高 张晓瑜高出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八点三 她谈的繁点比例和成本价格 都比林萧萧的更有优势 但是从毕业院校专业对口 还有实习履历等等综合条件来看 林萧萧的分数是要比张晓瑜高出五分 可现在张晓瑜的面试总分比她高五分 打平赖 林萧萧是海归 她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学院 这所大学是全美综合大学排名第三十一位 本科商学院更是排名全美第三 可张晓瑜的利润 比她足足高出一倍 作为一家跨国公司 我觉得有海外背景的雇员 从来都是我们的优先之选 可林总是销售总监啊 总归看业绩的对不对 业绩虽然重要 但是我觉得综合排名 但是你 好了 你们俩陪我吵了行吗 电话 是啊 林总 确定了 林萧萧是内推渠道的硬评手 林总 董小姐 邱总 你这躲着我呀 怎么会呢 您总拿我开玩笑 我来了 邓哥 我突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想问你来这儿 我 我东西掉了 怎么咱们不小心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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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你们要走是吗 来 我送你 你们俩的得分完卷一样 很难取舍 所以我的决定是两个都留下来 准确地讲是暂时都留下来 一个月以后只有一个人 可以真正地留下来 考核的标准只有一个 本月销售额 置身体还给我 因为你总形成这样吗 刚才有紧张 你angevin 快打开 你快打开 我再让你玩 就要这样 你何事都办 转着自己 再秩序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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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work 以外上你就是正式的销售总监助理了 本来我一点都不在乎 姐的目标是吴东江 可是看你病得不轻 不治一治你我还真的憋得慌 行 这个总助我偏要抢下来 气死你这个投放案的 多了一秒就足够我靠近 我为了你丢了一个客户 今天被开了你知道吧 行行行 什么毛病啊 接电话 不认识的号 诈骗电话 这不方便你接吧 喂 请问 我是淡定 淡先生 谁啊 你好 我叫温泽 温泽是谁啊 盛威的温总 是的 谁啊那人 从为首席温泽 我从这段少帅出过来 年轻之后还单身 关你什么事啊 你想岔个人 不是 谁那么岔 人家那是淡定的甲方好不好 半年前人家自己创业那会儿 多少工资想投他呀 人家周日凤里随便露带给咱们 咱们就 他不要讨债了吧 胆经下午肯定被你的破事肯定得罪他了 说什么约我一个小时之后见面 好吃好吃 不知道 说见面说肯定没什么好事 在哪儿啊 你要不你赶紧去 人家这么大一人物 不能怠慢 催我呀 跟我说什么凯撒会所 我跟他说小龙虾 路边摊啊 那人家能去吗 定位都发过去了 我说你敢真行 你一个人行吗 咱们不行 我是谁啊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销售 那你就应该避免犯以下的错误 你不够自信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那还有谁相信你呢 你对自己销售的产品不自信 如果你连自己公司销售的产品 都不相信是最好的 那你的表现肯定会很糟糕 我甚至会怀疑 你从事这份工作的动机 没有制定地实现目标 没有做出详细的销售计划 喂 张晓云 谈杂入前台总心上了 我知道 我知道 美女姐姐 你好 找我有事啊 今天公司没事吧 还有你那事啊 那么客气 接手之劳 我很尴尬 你的行为搭破了我的尴尬 作为一名销售人员 那我还得给你道歉呗 还没想好 或许我该向你道歉 不过你内心没 无所谓了 明天呢就是同事了 出来陪我喝酒 我现在加你微信给你发位置 立刻马上给我出发 很多时候别人并不是在拒绝你 而是拒绝你所推销的产品和服务 即使是拒绝你 那也是正常的 不拒绝到不住的 客户 那个软件呢我们试用了 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找了很多高手都解决不了了 他们说 最好就是找软件的设计者 我也已经被开了 这个软件只能找我老板 好 和陈老板 一针剑血不兜圈 出诊费多少 你说吧 我得先去看看吧 忘文文切了 万一我要加手术费呢 好 走吧 天子 嗯 千碗不行 什么意思呢 我哥们今天有事地址都发来了 九五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病吧 带这么多保镖 好 来 来 来 你哭天抹热热的大半夜 把我逼出来 又不去你的酒吧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你没有发现 今天晚上这里的气氛有点不一样呢 有什么不一样 你没听说呀 这个地方前一阵子呢 和一个相亲节目合作了一个项目 从那以后 来这里的漂亮小姑娘就越来越多 然后呢 那些高幼帅就会闻风而来 今天晚上 是个VIP的相亲会 嗯 那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呢 冻冻脑子呀 你真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啦 你不说你对你那个大律师 已经无感了吗 嗯 万一今天晚上在这儿 找到真命天子了呢 美女 这儿有男人吗 一帮小屁孩 还是臭嘚瑟那种 别着急呀 有的 等会儿 谢谢 刚刚那女儿 姓组 高管 怎么样 这欧婉啊 比照顾子丹的网红更洋气点 更男的出手吧 你赢了 行吗 待会儿我跟你说啊 我可问过她 这女孩 有潜水执照 下周去帕劳啊 就带她了 帕劳 一大票人哪 你不怕传你老婆耳朵里 哥的世界你不懂 你先去找她 嗨 董小姐 怎么说 人家找个地儿 喝点 去哪儿 你挑啊 就这儿吧 怎么怕喝不顾我 我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放倒了 这话说的 我怎么这么不懂 你干嘛呢在这儿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那大票兄弟跟他们 往事也老五可都在 要让他们看到你又在这儿喝花酒 又得出声 走走走 怎么回事啊 你忘了你上次晃那小帅哥的事 人家差点被靠 别管了 别管了 走 干什么呀你 你认识那个小姑娘啊 刚才说这儿街晚上有什么 相亲会 新招的助理 白天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五年之内不结婚不生子 晚上就来相亲来了 我可能看走眼了 那我觉得人家小姑娘没有错的呀 我要是有个女儿啊 我就让她简简单单的 大学毕业了 不要找工作 先找好男人 一年结婚 两年生子 三年怀二胎 这 才是幸福女人的成功人生 来 干一下 祝贺你 没有女儿了 向小鱼说清楚 怎么回事 你先跟我说清楚 你叫我来干什么 都哪规矩 前辈发了你先回答 我们俩今天各参加了一场面试 我面试的是销售总监助理 你面试的是 幸好你还算村子 今天呢 林总帮了我两回 我送了两句话咱俩两清了 第一 想当林总助理是吧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们林总第一年新任销售第一名 第二年中国区销售第一名 第五年升任华东区销售总监 你看 这才是标准的职场担当 别听你叫叫扯什么 衣服呀 包包啊 当然了 在战场打仗 战袍意味着你的级别 别乱穿就行 第二 今天的事 你知我这天之地址 你要赶往外泄露半个次 别说一个月我让你在SW 一个星期都待不准 他这算是刀子嘴豆腐心吗 管他什么嘴什么心呢 反正我明白了一点 要想成为职场精英 得靠实力担当 而不是靠光鲜的外表 讨厌 把人家手机撞地上的 连道歉都不说吗 哪来那么讨厌的人 没礼貌 对不起都不懂 你懂什么呀 谢谢了 满大街都是坏家人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和奇葩女爵美 奇葩女的 我谁呀 听得不清啊 难怪被甩 大街上认错人 晚上又骂人 失恋了吧 我提醒你 渺烧就怕不合适 什么 你才失恋了呢 这是头上场逼了真的人 会不会说话呀 怎么能遇上这么多讨厌的人 老板 您是刚来吧 我一直都在 五年之内不结婚 不生子 但是会来相亲 你的逻辑好特别啊 你的逻辑好特别啊 此刻 我心中有一万匹 神马奔腾而过 这是多么凌乱的一天啊 莫名其妙的面试 再加上这个莫名其妙的夜晚 出丑 还被新老板撞得正着 好 在SW的比赛还没开局呢 我就先丢了几分了 天窗色下风 就像影子飞舞变化 更连是成长的犀利 跌落的伤痕 就当作爆花 对着米彩虹 就奔向星空 成果高压 推变新的我 一滴眼泪醉里一口 辣的晒泥 剑着梦到最后一口 我晒泥 梦到我的晒泥 爱的不完美 就受最独特的美 大力 二十步电梯 一周做一步 好 谢谢 方总好 你好 我叫林潇潇 你是SW的 啊 我知道 林总的助理实习生 您知道我 我们都是出来照当吗 SW鼓励内部竞争 靠的就是 严惩和重赏两只手 半个汤 你这重赏 太高了吧 是比平时高了点 这不截过眼上吗 好 我考虑考虑 听说了吗 至于不查出了心脏病 要提前退休 这都知道了 真是能干的人 下面我要说的 可能你就听不到了 法国总部已经明确 这一次 中国曲总裁 要从中国人中选吧 说了这么久的本土话 终于来了 这说明中国市场的权重 越来越大了 当然 如今的中国近飞西别 世界第一大市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当然不能忽视 我们中国的运功了 只是这帮法国人精明得很 提前放风出来 这是打算要坐收于利 管他怎么想呢 只要是从中国人当中提发就行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只接受 宁上 放进来的是好事 也是坏事 明白 再想想 您是担心 成为众矢之地 对 华南区就算走了一个方京 可是资源带不走 华南区的孟凡 她很聪明 你知道她的葫芦 你卖的什么药 被区西区 一票自身其境 如果他们再联合起来 和宗连恒 最后还是倾国一同中原 所以只要我们能打出 自己的实力 与您的业绩 与您的资历 杰克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江湖上很多大佬 就是在在该我的这三个字上 记住永远没有什么是该你的 老板给你 你就接着 老板若不给 你只能认 过去的一切全部清零 从现在开始 你们的学历背景 实习经验 和面试表现统统成为过去 林总要的是你们这一个月的实战成绩 在这一个月里你们分别有专柜实习任务 助理任务和大客户拓展业务 这三项任务的总分 决定了你们两个这一个月以后 是能留下来的 每周二早上有点销售会议 这边是会议室 每周一早上八点前 中国区消费事报表 华东区消费事报表 经销商代理商付销笔 以及新老客户的贡献率 品牌支持率及售卿率 交到林总邮箱 这边是市场部和人事部 市场部的杰斯蒂 嗨 这边是茶水间 林总每天早上九点黑咖啡 下午三点红茶 这月的咖啡是黄金半套鱼 红茶是正三小种 每周二四清断食 周二一根胡萝卜 九四一份生菜不加沙拉酱 听清楚了吗 张晓鱼 重复一遍 每天早上九点 黄金半套鱼黑咖啡 下午三点 珍珊小种红茶 每周二一根胡萝卜 每周四身菜不加沙拉酱 每周二四清断食 还有我有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 每周一早上八点前 中国区销售业绩报表 华东区销售业绩报表 代理商机箱上库小笔 新老客户贡献率 品牌支持率 还有数倾率 这些我是以什么格式 发到林总的邮箱的 你刚刚没有说清楚 这小记性 菜菜和你当年友调啊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新一机的 本色纯彩 白蓝的币素领表 对 杰斯丁 哪儿找到模特儿啊 学生吧 这是真美女啊 青春素颜 男人们请注意 这个呢叫裸妆 笑什么呢 真用这个方案吗 不能够吧 这也就偏偏像王磊这样的 花钱买口红的 可都是妹子 我倒觉得 应该相信男人的本能 刚才王磊军队在想 女朋友去找这样的 换B方案 昨天莉莉安的A方案 还行 但是我要的不是还行 是尽量更好 杰斯丁的B方案呢 谈不上完美 但至少有惊喜的元素在 林总 A方案已经发到总部 确定要换 换 换 赵鱼给总部的电话 你来发 标题是重点 更换的广告方案 记得CZ给书总 发给总部的 那我用英文 我行吗 你不行吗 我又要给总部的电话 我都交给林小夏 好 各位 现在我们就 杰斯坦的地方啊 让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吧 谢谢 怎么样 我们华东去的人 用得还上手吧 舒总 我现在也是咱们华东的人 谢谢 当初叫你带几个人过来 你说不用 好 现在是不是觉得有点如吕薄冰了 我来上海出了一点私人的原因 您是知道的 为了我先生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您 有您在 我不需要带任何人 我可不敢当 跟你先生比习引力 再说了 我离开华南已经对不住孟总了 要是再带走他几个人 真的就无地自容了 对你先生是情 对你老板是义 要做到情义两全 可真是难为你了 倒是我捡了个大便宜 有你 有杰克 我们华东区可以说是新光璀璨 总不肯让我调到您的手下 也是对华东区对您 有更高的期望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 给华东区加分的 好 那些小道消息我们就不提了 倒是杰克 你们两个见过了 见过了 杰克呢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只是有一些锋芒毕露 不像你 你比他稳 舒总 您放心 第一 我入职场十几年了 有两点一直在我内心坚持着 第一 我的功劳 都是因为老板的支持 第二 跟我做销售的 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跟杰克会竞争 但目标只有一个 做强华东区 对得起公司 我跟他一定会成为 你的左右手 我也想要 不错啊 很准时 让他们都出去 我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 你们几个先出去休息一下 我在这儿没问题吧 行啊 只要你不怕晕 这软件的后门是你故意留下的 还是来了 想为什么你直说吧 没有 我只想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个漏洞 强迫症 请理解 其实原因挺简单的 这个软件最后的程序压根就没完成 你信吗 我信 你信 一个商品该不该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客户 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毕竟你已经被开除了 我实话告诉你 有人在你这后门偷走你的数据 是 我发觉 你这个人还不算坏 等等我真的在夸你 也就是说你知道 你故意让我取消补丁 忙了一整晚 应该肚子疼了吧 给你叫点吃的 九零后嘛 再长个儿 不愧就这个四海锅 就要我十万吧 这卡里面呢 十五万 总共两笔账 第一笔呢是五万 奖励你的诚实 对 因为你开了后门 反而导致有人盗取了我客户的数据 可是你选择告诉我实情 我认可你也诚实 这五万是奖励你的 我诚实不诚实 跟您败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让我把补丁又取消了 这就是重点了 第二笔账 十万 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话放前面了 再多的钱 违法的事我淡定是不会干的 违法的事我温哲也不会做 一会儿来的是凯瑞斯的汪总 知道为什么要见她吗 春天百货提高了扣点 但续约合同没有签下来 凯瑞斯虽然比不上春天百货 但是上升势头很猛 是个不错的备选 好 汪总 辛苦了 您好 资料我也带来了 这要SW愿意进来 位置随你们选 你们看一下 你会选哪儿 A8 A9会是首选 B12其实也可以 看这个视线 林总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春天百货的林总 这位是Karis的汪总 汪总刚刚到上海 我估计你们还没来得及见 你好 你好 这么巧啊 对啊 好巧 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不去跟他们抢春天要见凯瑞斯 你觉得 你觉得 在什么情况下 你选择合作对象会 放弃强者 选弱者 我一位旧照 老板压根就没有想跟Karis合作 刚才我们碰见方静跟林志人 也绝不是偶然 记住了 答案只有一个 强者 永远是首选 学英语有什么难呢 简单 我学不就完了 小姑娘 你有救 董东姐 给你推荐一个啊 英语外交一对一 就你这机型 英语根本不是个事 你就用这个东西学的 嗯 董东姐 能给我看一下吗 你为什么要帮我呀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 喜欢你了吗 我只是有点鄙视粉红色 为什么呢 这跟加斯廷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加斯廷 就你这卦商能力 还不如我呢 是林萧萧 她每天穿戴呢 都会带点粉红色 昨天是个四星今天是个 粉红色的小分泥包 也不知道一个包质也这么重要吗 你们这些外企的女孩 还真挺误着的 你不误着 有些人家小孩吧 早说你来路奇小孩 说 你爸到底干啥的 老爸 他就一一物的批发生 那肯定不缺钱 缺的是地位和见识 所以肖间的脑袋 把你往外起送 对不对啊 不对 我来SW不是为了什么外企 也不是为了什么职场人生 我来这的原因吧 哪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就挺复杂的 属于那种曲线救国 说人话到底图啥 我男朋友把我甩了 他的公司在这楼里 然后 他现在喜欢的风格 就是那种职场精英 至少是未来的精英 所以 你这个人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 不是啊 等等等等 那你和林总到底啥关系啊 我要是跟你说 仅仅四十几个小时之前 我并不认识林总 我也并不知道自己 会来这家公司参加面试 信吗 林总她这是要干嘛 她不刚下飞机吗 难道寻电 还不都怪你们 这个月的销量又创新低 连个小小的实习生都干不过 好 好了 这颜色太适合你了 林姐姐 你看看 反正我觉得特别完美 完美 这三支哪支好呢 换个思路 那这三支 您觉得哪支最不好 我要知道了 还问你干什么 答案出来了 三支您都需要 你当时想得美啊 这个牌子的化妆品 我囤这么多干嘛呢 我知道姐姐您用的是SW的嘛 我承认 SW更大牌 可是你猜怎么着 我们的销量比他们高 我们是这个月的销售冠军 尤其就是这三支口红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SW的 我在这商场待了这么长时间 这里面的所有弧皮品牌 我都了如指上啊 色差 味道 还要质地 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刚刚姐姐不也去SW溜达了一圈吗 没选择合适的 对不对 你眼观四路啊你 不是不是 这姐姐你人美气质还好 就刚刚您就站那儿 隔老远我就看见你傻身发光 姐姐 姐姐 你一定也明白吧 SW嘛 是好 贵妇行吗 可是我看您这打扮 时髦 洋气 还特别有个性 要我说 起码十年以后 你用这牌子也不完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职场高管 还特别有自己的品位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高管你也看得出来 太明显了 步履匆匆 下手果爵 工作够狠 爱买买买 爱学习 爱买包包 真的姐姐 就这三款口红是我们的明星产品 端货三天了 今天才到货的 这么巧啊 我来了她正好不端货 是您运气超好啊 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补货单 今天下午才到货房的 这三款各十支 要不你在这儿坐着等会儿 我现在去给你拿 等会儿啊 我马上就回来 走 行 商店经理在吗 快过来过 您好 我马上给我退货 退货 退 大姐 您讲讲道理 这个您都开评使用过了 不好退的 你们冒充大牌 让我上当 谁不讲道理啊 谁欺骗顾客啊 冒充什么了呀 大姐 您话讲清楚好吗 我们的品牌是有五十年历史的 您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行行行 你少跟我瞎掰 你们这些小的品牌 要毁我的脸的 大姐 我不知道您心目中的大牌 到底是什么 但是您下次购买的时候 能不能拍着照片对着买 你已经开评使用过了 不好意思 不能退货 你拿回去吧 不退 不退你浪费我时间干什么 你信不信 我可以一会儿让你给我走人 不是 你怎么还推人了你 有话好好说话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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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别吵了 别生气啊 我要退货 他都开货了 怎么给他退 干嘛呀 这是 我向您保证啊 大姐 我们家的产品绝对是药妆标准 在日本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 韩国 对吧 都是在药店里卖的 绝对安全 你说安全 是的呀 大姐 我怀宝宝的时候啊 就一直用的是我们家产品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系列 它是食品安全级别 特别安全 听着没 那还食品安全 那你敢不敢把这个吃下去 大姐 你这就不对了 这怎么能吃呢 不是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就是能吃的呀 等一下 要是我把它吃下去的话 您是不是就不用退货了 那当然了 你如果说吃下去 我不但不退 我还买十套 我又不为钱了 我就是要买真正的大牌 真正的大牌是什么 那就是安全呀 经理 我拦不住啊 不出来我也吓了一跳 行行行 我不想听你这些借口 你们专会投诉 不是第一次玩 这事网上要传开 你不怕 我们商场还怕的 不不不不不 我就问问 你们公司男的不怕吗 我喝化妆水怎么了 我自己喝化妆水 要是出了问题 也害不到别人啊 小雨 这 吃化妆品 你这是误导消费者懂不懂 你这是虚假广告懂吗 那你刚刚看到了吗 那个大姐她有多嚣张 她要动手打人 我喝化妆水 还不是为了让她 别这么放肆 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柜台 为了我们的商场 现在怎么倒成了 我自己的错了 你们公司怎么招的人 员工有没有培训 是 行 我现在就给你们公司罢了 不是经理 你走人吧你 你走人吧你 店长 你真让我走人 那行吧 这锅我背了 但是你得给我实习证明 你跟我谈条件 这锅是我背的 你这不说合适吗 这事是你惹出来的好吗 一个小实习生 我真懒得理你 报告店长 我这个小实习生 知道总部的地址在哪 你什么意思啊 公司发下来的赠品 一页直接少了一半 这种事情 我也不知道 公司会不会感兴趣 你疯了吧 你有证据吗 我告诉你 没品没据的效应 我告诉你诽谤 好 那我们俩赌一赌 你敢吗 我 你猜我到底是有证据呢 还是没证据 我是有一点点证据呢 还是有很多证据 我是只有这个 嫉妒的证据呢 还有其他证据 实习证明 我给 那你要好好写哦 我是会仔细检查的 我一会儿就给你 永远 好 好 你 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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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 福仇安排 工作积极 表现优异 聂姐姐 我刚才找你半天呢 等会儿 等会儿 这是你口红 嗯 先放那儿吧 球迟的五个渠道招聘网站是最大众的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猎头公司的推荐 猎头公司 怎么看的是我这样的 SW还是销售总监助理 这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会吧 美女姐姐 你不会是猎头吧 现在候选人数不够 说不定你能去凑个数 算了 我不去 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当候补 谁给谁当候补 考完才知道啊 现在美女姐姐这么看得起我 我就是个二本生 药妆你敢喝 店长你敢告 一个工作面试不敢去了 就是 这是明天面试的地址 时间是上午九点的 如果你敢去呢 十二点钟之前 把你的简历 发到这个邮箱 你慢慢吃 这么酷啊 是 SW 总监助理 算了 好 好 我留下为你平行 把你变坚硬 天空的暧昧 像有花很微醺 我踩着和饼隔在广场的中心 一定在等待爱情 也是意外的惊喜 也是意外的惊喜 如果有情更适合默默守护你 我的爱就安静 时间有时好快 像这四年 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我每天心里想着她 走到哪儿都有她的微信陪伴 有时时间又好闷 就像现在 明明知道 比起四年的等待 这一会儿 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可是下一秒 为什么那么久啊 要错过这份相遇 我月下为你平行 把你变坚硬 天空的暧昧 你相悠哄 黑暧昧 有时不采着和 灯录欄 在广场的中心 一定在等待爱情 也许一万的迁信 你干嘛 什么 我 什么 我 什么 我 那儿等你 我去哪儿 胡多佳 放开我吧 大家都看见了吗 不不不 我不放 我发现你是不是长个儿了 不要 你好像也长高了 真的吗 你瘦了 你让我抱抱 快快 让我抱抱 别 别 别 都看着呢 你怎么一点也没变啊 小玉 我在美国拿了两个欧粉 都是德国的公司 一家是在洛杉矶工作 另一个是派出中国的分公司 你放弃洛杉矶啊 现在是坦白时间 你老是告诉我 你为什么回国 打得有奖励哦 我选择回国 一是因为专业更对考 是我学的供应链管理 第二 是国内的机会更好 我的规划是 三年内成为中国分公司的骨干 五年 我要成为公司的高管 胡多佳 我永远支持你 第三个目的呢 你快点说 快点说 我等不及了 小玉 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姑娘 一口气说完的话 你干吗要分开说呀 吃饿了 我跟你说 我家超好吃的小龙虾 特别好吃 就因为你要回来 我人一星期都没去吃 走吧 我先带你去 我吃过饭了 你不刚下飞机吗 小玉 你知道我不善表达 所以在回来的飞机上 我给你写了封信 我知道了 原来这个才是你编的大招 答应我 安安静静认真地把它看完 嗯 小鱼 我永远记得 五年前那个黄昏 学校食堂外 夕阳下 那个美丽的女孩 我不敢想去拥抱她 只想远远地 看着她明亮的眼睛 四年的时间 几万公里的距离 东西方教育带来的不同思维和事业 一次又一次 我感受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 我不敢说 不愿说 因为记忆的黄昏中 那个女孩是如此美好 美好到 我不能伤害 造化弄人 在我们苦苦等待对方四年之后 在我们以为终于要相聚的时刻 一次次翻阅过去四年的微信聊天 我却忽然意识到 我们 真的不是你 更重要 交易 各自珍重 有种甜蜜的内伤 也有较劲的浪漫 复杂的内涵 当你感受幸福的简单 当我哭着笑在你肩膀 好想陪你习惯彼此的习惯 好想陪你习惯彼此的习惯 八目在上班下班 清淡的孤单 怀念起大喜大悲 纠缠的陪伴 当我是你的麻烦 你给我答案 你说是我让你的世界 忘了旋转唇光灿烂 就是因为这个你 让我消灭了脾气 在这样的年纪 那一刻 我从天堂跌入了青铜世界 吴东家 就这样突然在茫茫人海中营生了 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 怎么能就这样消失 五年的感情 怎么能以这样的方式分手啊 我不甘心 是是是 我我陪活有万美 我一伙就过来朝明行吗 你稍微等我一下 行 那我先挂吧 快 姐 我明天帮你打听行吗 明天 你跟我说明天 你也需要时间啊 同学有难 能帮就帮 必须帮 但 但是我真不知道我 春雨 你妈知道你被国外大学 开除的事吗 她知道你这三天哪都没去 就在杭州酒吧当歌手吗 春雨 不是 如果你不告诉 吴东江的事 上海 BFC 走吧 去哪儿啊 上海